主角是百份比 那百份比是什麼呢? 我們首先簡單地複述 份數是什麼 當大家熟悉了份數 百份比就應該不難理解 就好像 這個圖看到 這個圖就是把一個餅 平均分開了四份 然後就拿了三份 那我們用份數表示 就說這個是 四份之三 平均分開了四份 然後拿了三份 四份之三 那就是這個 那百份比呢? 顧名思義 連名字都告訴你 百份比就告訴你 如果我們鑑粗 把這個份母 即是下面這個四 將它鑑粗變成一百 因為要把它變成一百份 你也說是百份比 分開了一百份的話 那 這個餅 即是我們所擁有的這個餅 總共佔有幾多份 一百份裡面佔有幾多份 這個就是百份比的意思 那 好像這一條這樣 三份之四我們怎樣把它變成一百呢? 那我們計一計 四的幾多倍 是一百啊? 原來四乘以二十五呢 就等於一百 那 將份子份母同時乘以某一個數 令到 下面這個份母 一定是一百 那 上面這一批東西呢 上面這個三乘以二十五呢 就是我們所需要的答案 出了七十五 那 然後我們有一個 新的符號 給這個 用 藍色啦 新的符號 給這個 一百份之幾 我們 一百份之幾呢 我們 給一個符號這樣寫的 這個 可以讀做 percent percent 這個英文來的 或者中文就讀百份比啦 這樣 嗯 寫出來呢 整個東西就變成 七十五 percent 啦 又或者中文讀做百份之七十五 就是這樣啦 那 啊 來 多一條 如果把餅 平均分開了三份 然後只拿了一份的話呢 分數的表達方法是 分數的表達方法是 三分之一 那 我們又把它 變成 百份比啦 3 怎樣變成一百啊 那 那 用個傻一點的方法呢 就是 3除以3 乘100 那 沒問題的 那 關掉這個方法之後呢 那 你看到 這個墳母是 什麼都好 都可以 有方法把它變成一百的 3除以3 乘100 那 上面呢 上面 又要一模一樣的嘛 1除以3 乘100 那 如是者 我們得出 1除3 乘100 就是 33.333 那 有很多個3 那 那 這次就拿少數點後面兩個位 又或者 不拿了 直接 將它 445日 變成一個好看點的數字 那就 33% 就是這樣啦 那 新餅仔 來多一條 如果 如果 這次 又是 一個餅平均分開 三份 我們拿兩份的話 那怎麼辦呢 那 2 3 那 一模一樣 就這樣啦 將它 化成 % 這次是 3 除以3 乘100 分子又是 2 除以3 乘100 那 經過 計算 之後我們得出 這個是67% 67% 就是這樣啦 或者67% 這個就是答案了 那 這個呢 就是 用 分數 將它轉為 % 這個表達方法 那 遇到少數的情況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那 我之前都說過 例如我現在箭咀畫著這裡 7的少數點後一個位 即是現在7的這個位 就是 就表示 我在 十份裏面 十份裏面 佔了 7份 那 用分數表示呢 就是 十 分之七啦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 分數在這裡 分數怎樣 可以變成% 用回我們之前老規矩 老招式 那 那 十的多少倍 是一百呢 這條簡單的數 很簡單啦 那 十的十倍就是一百啦 那 分子份母同時乘以十 然後我們得出 上面 就是我們需要的答案 七乘以十 就是七十 那 那 下面 1 over 100 也就是我們%的這個符號 好了 那 就可以 這樣算出來的 那 如果 覺得 將它化作分數很麻煩的話 有一個更加簡單的方法 那 百分比 對不對 那 這個是 十分的 因為這個數字是代表十分之七 就是十分裏面拿十分 再拿一個數字呢 即是我們這裡沒有啦 我們這裡是零啦 那 再拿一個數字呢 這個就是百分位了 那 如是者 我們 可以把小數簡單地變成百分比呢 就把這個小數點向後移兩個位 那 在這個case呢 就是 70% 哇 是不是很簡單呢 那 那 來多一條 你看到一個寸很長的數字 那 不要緊的 我們看到小數 將它化作百分比是很容易的事 就是把小數點向後移兩個位 那 就變成64.35% 在percent之前的這一串數字呢 是可以有小數點的 那 最好不要有份數啦 因為普通人是不明白的 那 有小數點是可以的 64.35% 這個是接受的 那 這個就是答案啦 那 這個 1.26 同樣道理啦 我們 把小數點向右手邊移兩個位 就會得出 126% 那 這個就是答案啦 那 你可能會奇怪喔 那 明明我手上只得 100分 percent percent 這個就是 100分的意思 100分 我怎樣會有126分呢 那 這個 整體來講是超過1的 即是大於1 那 那 關於這個126%怎樣解釋呢 那 我們可以看下一集 那 今次先講這個percent是什麼來的 那 關於怎樣解釋啊 呃 大概1 或者 大概1 或者少於1 那些是有什麼意思啊 這些呢 我們留下一次再講了 那 percent呢 就是代表 100分 它是一種 比較特別的 分數來的 就 分母呢 規定了是100 分母規定了是100 那 如果 是100分之x 我隨便給一個符號 或者 100分之星 那 星星 那 我們就可以說 這個東西佔了 星星 那麼多percent 這個就是百分比的意思啦 這個就是百分比這個符號的意思啦 那 今集 就講到這裡